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民众千万要小心 公路总局提醒7月份要缴交汽机车燃料费 因此民众如果收到疑似连结监理服务网的简讯 但是网址不是GLV.TW结尾 那就不是属于政府机关的网址哦 而是假讯息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民众千万要小心谨慎 由于7月份是缴交汽机车燃料费的时间 因此公路总局特别提醒 民众如果收到疑似连结监理服务网的简讯 要民众缴交纳弃燃料费 但网址不是GLV.TW结尾 就不属于政府机关网址而是假讯息 民众务必不要点选,以免荷包失血 此外,监理服务网正确网址为 www.mvdis.gov.tw 民众如果收到缴费简讯存有疑虑 请向各地区监理所占查询 而112年度汽机车燃料使用费 从7月1号起开征 缴纳期限到7月31号截止 车主在收到缴款通知书之后 请在期限内持单领贵缴款 或是利用监理服务APP 监理服务网线上查缴费 也可以透过行动支付缴纳 管道相当多运用方便 如果没有在期限内缴纳期燃费 不仅要补交税款 还会被处以新台币3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还大伤荷包 记者成品正门期新店采访报道 未经许正经认人员 最终之 встреч